我发现很多情友在这个和弦编配的原理的这个问题上 就容易本末倒置 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那些没有用的阅理 和弦构成音啊 还有什么旋律跟和弦的对位啊 这些东西你说它完全没用吧 它也不是 但是它对于你谈唱编配这件事来说 它没有直接性的帮助 我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你做饭这件事 你首先要搞清楚醋啊 酱油啊 蚝油这些基本的味道的差别 现在很多情友啊 就是说研究这个化学分子式 把这个各种调料的方程式都研究的很透彻 结果连粗是酸的糖是甜的都分不清楚 这就叫本末倒置 就拿今天这首不必在乎我是谁来说 它为什么要使用一个连续的低音下行呢 我一般会从这个歌曲的情绪的角度来分析 其实一首歌的情绪在歌词里是能够最直观的感受到的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 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 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 请忘了我是谁 歌词里流淌着的是一种无奈 略带一点压抑的这种伤感情节 通过和弦低音的持续下行 来烘托这种压抑的情绪 如果像很多情友只是单纯的从旋律的角度来出发 他完全可以编配成这样呀 你难道能说到有错吗 但是这个情绪完全不对呀 非常的苍白乏味 一点那种压抑和那种都没有 你甚至如果节奏再弹得欢快一点 那个画面感觉像几个小学生放暑假了 手牵着手指在往家里跑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情绪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那么我们再来看原版的编配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又进入了副歌的一个转折点 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 那么女人这两个字 她为了来烘托这种非常揪心的这种情绪 她用了一个拧毛巾手法 我们拧毛巾的时候 通常是一个手顺时针 一个手逆时针 那这两个和弦分别是 F-G接G-F 低音是往下走的 高音是往上走的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X拧毛巾的感觉 为了让这个情绪到达一个低谷 这里用了一个升四级的半年期 增强这种收缩的感觉 这个地方跟第一次就不一样了 变成了251 一下就给人一种 我已经释怀了 我已经想开了的感觉 最后解决到一级 这样让听众最后结束的时候 就会很舒服 完整的示范一下这段副歌 大家感受一下这种情绪的变化 几次只能想让自己醉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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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只能想让自己醉 让自己远离到许多恩怨是非 让隐藏依旧的渴望水风飞 忘了我是谁 女人 若没人爱多可悲 就算是听我的歌 为流泪 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 不必在乎我是谁 几次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 让自己远离到许多恩怨是非 让隐藏依旧的渴望水风飞 忘了我是谁 女人 若没人爱多可悲 就算是听我的歌 为流泪 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 不必在乎我是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